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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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栏目 建档日期跟销售的总价 我们要把这个建档日期改成什么 年跟月 所以这边分析理念群组改成年跟月 确定 接下来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我们啦 我们其实可以可以的话 就是复制这个内容 复制 选择性贴上 值 这个删掉了 不需要 这 这也删掉了 这也删掉了 好 那请问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算出来四月等于多少 我是不是想要算出来这个等于多少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选到这个内容 插入一条折线图 折线图 是不是跟刚刚那个长的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真的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为了大家方便来去看 我们这一个统计图表 滑鼠右键 有一个加上趋势线 加上趋势线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 有线性 线金就一条线了 不然为什么叫线性 第二个叫指数 第三个叫对数 依此类推 我们就点线性 记得把这个公式打勾 公式打勾 还有它的R平方 R平方要是越接近 1代表越精确 你看嘛 在这个地方 这点跟这条趋势线的距离 这条线跟这个点之间的距离 这个点跟这条线距离 整个过程的R平方是多少 只有0.015 代表说很不精确 好 我知道 但是总比 总比没有来得好 重点是这个公式有看到吗 这个公式 好了 那到时候 这个X要用什么来代替 这边是不是12 24 25 26 27 所以X要带28 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一次类推 第13 14 15 一直到24 25 26 27 所以这个X 是不是要带28 28 28 后面还有一个科学符号表示 好 我们就直接算给你看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减的 負的 15 448 3 乘 28 再加 加多少 7 后面接 几个零 7个 这就是科学符号 7 123 45 67 inter 这就是第4月 2010年4月 所得到的值 这个值会算了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学Easeer 你们自己都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你们知道吗 就是你们可能知道趋势线 但是这个数值你也不知道怎么算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记住 要知道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大数据分析 这个数字啊 一定要掌握到 一定要掌握到 只是我们 接下来 在第4次第5次 我们要用R乘次来去写出来这个值 好了 那我们就 请你们先坐到这边 算算看这个值是不是65.7个百万 画面还给各位了 用Easeer来去算 做成功 别多过分 好 好 行 好 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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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